请演呐 加码讯 微软 脸书 谷歌 先后在台湾加码投资 台商更是积极回台 原来经济不统计三大投资方案 已经突破8392亿 预估增加就业68594人 除了大型企业 中小企业接力加码 一个是5G 一个是AI 这两个是台湾的未来产业的一个基本盘 最近都是怎么样 我们中小企业来接棒 那现在目前中小企业 大概还有七八十个案子在排 台湾半导体ICT科技产业实力 在美中贸易战下表现突出 节目表示台积电5奈米粮率超过90% 超越三星与英特尔 台湾未来将成为国际四大中心 包括全球高阶制造中心 高科技研发中心 半导体先进制成制造中心 与亚洲绿能发展中心 所以过去我们在跟中国大陆的产品在竞争 都是处于在性能跟价格的性价比 这一次再增加一个trust 未来这四个中心下来 可以让台湾过去经济方面 可以在未来往后20年 能够再来稳定的发展 不过产业界也担心 未来缺电缺低问题 前总统马英九批评能源政策 指引明年可能电价上涨50% 对此经济部再三澄清 也强调没有缺电 那些有心人士的固定那几个人在讲 你可以看其他人有没有讲 现在我出去工商团体都说 我看到你10%我就安心吗 一次就是3%为上限 那这一个一年两次就是6% 就这样不是那个50% 经济部重申态度 明年名声用电330度以下不调涨 小商家1500度以下也不动 用电大户用越多付越多 此外经济部长沈容金也拍板 过年期间油漆价格调降不调涨 让民众有个愉快假期 新台南在电视高见的沈卫彤 台湾台北报道